吴燕妮是中国田径跨栏项目的知名运动员 以优异的成绩和时尚个性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 除了在赛场上展现卓越实力 她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训练照 以网红形势广受关注 最近吴燕妮发布了一组训练照 照片中她穿着新训练服坐在垫子上及鞋带 展示出修长纤细的双腿 尽管被批评为修身材的做法 但不可否认她拥有着出色的身材和颜值 被誉为国内美女运动员之一 去年吴燕妮在大运会跨栏决赛中 以12秒76的成绩获得第二名 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并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然而她在亚运会100米蓝比赛中 因抢跑被取消成绩 措施奖牌机会 今年她在天津田径锦标赛女子60米蓝决赛中夺冠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吴燕妮直爽坦率的个性 也为她赢得了许多粉丝的支持 她对被称为网红的标签持保留态度 强调自己首先是一名运动员 注重通过努力取得成绩 吴燕妮解释自己走路姿势与骨盆前倾有关 她不认为这是一种傲慢 而是一种生理上的特征 在比赛前 吴燕妮通常会化妆和涂抹防晒霜 以保护皮肤 她的打扮风格引发了粉丝的热议 但她回应到 其他室外项目的运动员也会涂防晒霜 她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行为 吴燕妮引领了田径赛场上的新潮流 如今女选手们不再是以素颜出镜 而是开始化妆 这表明她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体育圈 吴燕妮的敢做敢为和自信表达吸引了大批粉丝的支持 她通过独特的风格和不断突破的表现 继续在体育界留下自己的印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